驱酶菌在酱油发酵过程中的作用是作为大豆发酵成酱油的催化剂 驱酶将大豆与水和盐一起发酵 产生乳酸 从而产生酱油的风味和香气 AE的腹锡氨酸酶对其所致酱油的风味非常重要 使用A的基因组序列进行实验 甘油素是一种属于子台湾家族的分子 存在于大豆Glycine Max中 并已证明对酱油驱酶具有抗真菌活性 酱油驱酶含有10个腹锡氨酸酶基因 酱油中的腹锡氨酶酶对其所致酱油的风味非常重要 使用酱油驱酶的基因组序列进行实验 腹锡氨酶酶在酱油生产中的作用是催化腹锡氨酸转化为腹氨酸 腹氨酸是酱油生产中的重要中间体 腹锡氨酶产生的腹氨酸用于酱油的发酵过程 转化为氨基酸和其他有助于酱油风味和香气的化合物 酱油驱酶ASpergillus soji是驱酶鼠的真菌 在日本,它被用来制造乳酸发酵调味品的发酵区 例如酱油、胃葱、胃缆和泡菜 酱油调味料是将大豆加水和盐与酱油一起发酵而制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